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我说你压的 你怎么那么急歪啊 你别他妈龟忙啊 我告诉你 你肯定有什么猫腻 你们中国人哪 怎么这么喜欢动物 一通电话里面都是动物 动物 牙 鸡呀 龟呀 猫呀 好丈夫出轨了 出事了 好演员 出轨了 新好男人 阿里勇 快到吊丝剧组找 你会冲浪吗 这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海上飞人 喂 你好 我们是潘里带购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喂 你好 情人节快到了 我需要一份礼物 好啊 我们可以带购淘宝上 任何你需要的东西 衣服 鞋子 什么都可以 可以带购最新的助胎神器吗 当然可以了 那可以带购名牌包包吗 没有问题 那可以带购钻戒吗 钻戒 没有问题 那可以带购女朋友吗 女朋友 先生 你好 你带购的女朋友到了 啊 是谁 送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 远远的明月 明月 是那蝉蝉的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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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哥 你看这蝉蝉的闪圈 我还是你会双蝉蝉的闪圈 我还是你偷闪圈 我再不来 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嫁出去 明月去哪玩呀 去爱情海还是马尔大夫呀 嗯 爱情海好呀 多浪漫呀 嗯 行 那就爱情海 那祝你和我妈妈玩得愉快哟 工程类这样的专业呢 学习压力比较大 课余时间比较少 这个合适呀 出国读书就认真读书 可余时间少 分新的事情就少 工程类这样的专业呢 大多都是男生在读 这个合适呀 男生多了 好照应 工程类这样的专业呢 最需要独立思考和个人执行能力 这个合适呀 从小到大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 对不对呀 乖儿子 咱们就读这个专业吧 好吗 妈咪 到底读哪个专业呢 不要 哎哟 他的妹子 怎么哭了ял 人家被退货了啦 满icky 膀子 我们在澳洲天天锻炼 你们在北京不跑步吗 北京它那个 哇 so beautiful 这里的空气真是 太美了 太美了 哎 你压怎么了 我估计是最痒 广大屌丝六学生们 你们远离家乡 独身海外 一个人做菜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遇到 刚才像我们危机人身安全的状况呢 这么危险 你的爸爸 知道吗 你的妈妈 不担心吗 但是 不用怕 今天 屌丝六学记 郑重为大家推荐一款 防油防水防晒防毒器的 不透气面具 不下贱 啊 不下贱 不 是不下贱 自从 用了不下贱 我的皮肤好 气色也好 腰声音也描着了 一口气上五楼 哎 不被救了 不下贱 一定是您 居家旅行 海外留学的 必败之典 为了回馈 广大留学生 对 屌丝留学期的热爱 今天 导演说了 不下贱 亏本价 只要 九九四 嗯 啊 就是吗 还等啥玩儿呢 赶快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吧 3w.屌丝屌丝 屌丝屌丝 屌丝屌抗 刷了人 订购吧 有了不下贱 妈妈 大也不要担心 过败下贱了 啊 啊 不行啊 哎 我看 这是最后的方法了 太阳了 再多哄两下 醒了 你说什么 哎 行 好 这到底里呢 真的吗 便宜点的 啊 乖乖乖 Yes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也只换来 呵呵 看拜拜 我是一个多数月的精彩 拜拜